大家好,今次這段影片其實是開箱片 介紹一隻前香港時期很多香港市民用的藥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小時候聽過大人說 小孩子生殖,吸收得不好,消化得不好 就吃謝菇菜,或者花塔餅 如果是瘦子的,家長應該都給他們試過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我也是這麼瘦 因為真的,所謂的生殖就是積聚在腸裡面 後生一代應該都不知道,那些蝴蟲很恐怖 一條耳粉那麼長,甚至一堆出來的 如果有差不多一年多都應該試過 小時候,婆婆說,你坐在一個有水的盆裡 慢慢等一會,那些蝴蟲就會在腸裡出來 耳粉那麼長,看著它在游泳,都很恐怖 以前是不會害怕的,大過了之後就會害怕了 因為很大機會就是因為這些蟲吃光身體裡的營養 當然我明白,今時今日發覺不妥,當然是看醫生 看醫生就300元 以著,沒什麼胃口,吃東西不吸收,肚子好像有點脹 看完醫生,但是醫生就描述不到事情是怎樣的 隨便開些西藥,不行嗎?再一次吧 曾幾何時,我去過拿打掃醫務所 他給了一個營養餐單給我 給了一個詳細的身體分析 測試BPI,磅蟲等等,都很準確的 最後給了一個營養餐單給我,就賣單8-7元 看了兩次,大陣子都是這樣 那我就懷疑有蟲在裡面 他就說我這個新陳代謝快燒得很快 可能運動的關係 吸不吸收到,始終回答不到 那我就試一下股法配方 其實做這段影片之前 看過有沒有相關的Youtube影片 但原來沒有的,只有廣告 就由我去介紹吧 如果照網上的資料這樣說,就很長時間講 但又不想放棄中說重點 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除蟲,改善消化不良 如果發覺特別沒有胃口,肚臟,面色菇王 都可以試一試借菇菜 那這次看看這個盒子 其實是很古典的 就寫著專保小儀平安能,除小儀即疾 沒有簡體字,應該大家放心,香港製造 不過說真的,我拿上手的時候 那些字真的太細小,看得我眼都蒙 說回成份,原來有山楂、烏梅、椰子肉都有 相信也挺寒涼的東西 裡面有五包粉末,用法就大家留意了 盒子一邊就是發明人,叫張詩雲 看到他的樣子才是正貨 服用方法就是 一歲到三歲,每次一包 三歲到五歲,每次兩包 五歲到七歲,每次三包 七歲到大人,每次五包 每日兩次,朝早就空肚吃 吃飯之後又用暖水攪拌 即是早晚早晚,總共四包 說回味道,不是苦的,但就好像清水裡面加了中藥 總之要拌勻它 其實這盒,看回它的用法和介紹 和官方的網站都有點出入 這段片就算是把我所有東西 summarize一次 原來由此之中都沒有提及過究竟要吃多少次 我再說多一次,就是吃兩次 即是四盒,早晚早晚 再說回價錢 HKTVmall就買36元一盒 但我在長沙環藥房問過也是20元一盒 我便在保安道街市後的藥房買 即是總共80元四盒 我以前沒有用過 買一盒之後再買多三盒 重複一次,朝早空肚服 晚飯之後再一次,重複兩天 溫馨啓示 由於今次介紹的是中藥 溫馨提示 買之前問清楚 以及要了解自己的體質 有沒有對於某些藥物有敏感 這段片純粹是說借菇菜的東西 但不代表沒有人覺得適合 今次的影片就完了 我講回上次的影片 即是關於長沙環藥衣的 出了街之後很好反應的 亦有很多人問 但兩天之後下了架 最主要原因我考慮到一個問題 就是 原本街坊藥衣不是坊間診所那些 她不能夠短時間內應付很多人的客人 還有若說看過的影片 我都強調了一分錢一分貨 我明白到很多人 因為去年鎖牙醫那些 對於牙醫的執業資格 手法等等都有所要求 但回想回頭 如果上一代 那些人在九龍城寨看鐵打館 哪有要求的 做得到就可以了 收得便宜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搞得定 繼續賺錢 所以上次關了一段影片 我都藉著這個機會自協 至於知道了地址或聯絡方法 我都很希望能夠低調一點 換個角度 我可以把舊區所見所聞 認為可以幫到大家的分享 今次這段影片就完了 希望資訊能夠幫到大家 可以的話幫手分享和訂閱 隨著人數增加 南昌隧道那段影片也不錯 希望繼續吧 我想再說一件事 就是Youtube送了一個功能給我 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社群的格子可以發表文章 可以貼照 我當它是Twitter這樣用 因為我不用Facebook和Twitter 大家可以用這個方法聯絡到我 但只要不要令我覺得滋擾 那就OK 大家交流交流吧 好了 節目完結 拜拜 多謝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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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